傑娜 Second 這張圖你看我們這樣子看 綠化界 假設我把他翻過來 我都不要去要去彈這裏是哪裏 我們光看Voice The 畫面起伏的變化 整體的感覺 你 reconstruction 這樣看 你一眼睛看 它會把你那個聚象的東西再破一點 破壞一點 你看甚至 這邊只有一條線在走 它的這個畫面的起伏 遠遠的看 然後這樣看 你會覺得 那個 律動性的變化 其實你把它當作抽象畫再看 也可以 所以 畫面的那個變化起伏 跟我們剛剛現場看到的 照片的感覺 就不一樣 現場的感覺 因為我昨天躺在床上 我就想起老師說 要像樂章一樣 交響樂奈 我就想 那我一開始是輕輕柔柔的進來 所以我 譬如說我第一個景 就不要太長到底 然後就想 再接下來呢 是要縮起來還是要再放下去 看清楚 這個律動也是一個button 其實這也是一個button 就把它記起來 下次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辦法創作 有一個類似的 我就想說 啊 關鍵 是要怎麼關鍵 對 它這個律動 其實你會發現 包括西化也是 水墨 當然水墨就是 還有音樂 還有雕塑 它也是 它其實 所有的藝術都在講 同樣一件事情 叫做視覺的律動 只是說 這個律動 是怎麼律動 有的人 比如說命運 一開始就給你很重的音 也是可以 然後再來很輕 這樣 或是它有很輕快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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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走的音 的律動 也有那個 安靜 平平 安靜到 對 像那個 像那個 1930年代 那個 春節記 春節記裡 你知道它那個 你沒辦法想像喔 春節記裡 開始演奏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 手演是 就是 所有的音樂家 全部都是 擺在那邊 小提琴擺在那邊 鼓擺在那邊 不動 三分四十幾秒 沒聲音 沒聲音 然後大家就開始 奇怪這什麼音樂 為什麼 從頭到尾都沒聲音 三分多秒 可是 當時人家罵說 這什麼爛東西啊 連音樂聲音都沒在搞什麼 可是 到了現代 現代之後 兩千年後 你在看音樂 學生之記裡人家說 這真的就是 古典樂 什麼鬼東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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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靈也是可能是一種律動 只是以往都是短短的差在中間 對 可能是一條 我們在畫畫一樣 你大片的留白到一個極點 然後突然再出現一個很重的山 很重的房子 很重的樹 樹林 都是一種律動 看你有沒有想法 比如說 你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接五張 接十張 中間 然後突然一大段留白 然後可能剩下一條山的靈線在走 然後最後再出來 那也是一種律動 對 看你有沒有人這樣做 對 好 我常常想說 這柱頂關的 會是要關起來 是要斷斷 對 好 我們來開始 你講一下 這裡有在錄嗎 我在錄 有在錄 沒關係 我們剛剛講話 就這裡 所以今天會收進去 沒關係 就走 我們來走 我們剛剛講光在這邊 光在這邊 對 對 對 所以老師是用藍跟咖啡去調 對 灰色 灰色去調明暗就好 我們先處理明暗 你不要急著去 去去去去去 一定要把它給 有什麼 不用太多 有時候畫 也留白 對 有時候畫 你看的時候 不要喘不過氣 對 其實你看一些畫家在畫 他在畫過程當中 也是一種律動在走 只是說 你有沒有去感覺到 他的感到 所以老師還是 依著原來建築物 可能出現的顏色 對 我以他顏色 差不多為了 還要畫 我們現在用這 比較好 用什麼 我不要說 用這個比較好 我應該想要 水筆 水筆我是 太硬 不是不可以 但是 當然 小幅的時候 小在我們速寫 方便 可以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一定要很直的下來,可以思考一下 不一定 所以通常老師上色的時候會限量的時候 我們就讓他去自己留 這樣子不會覺得他很暗,他到時候會再淡掉 其實我們在上色,為什麼後來會說啊?沒關係,我們室內來上色 你去聽一下這個音樂,他會影響到一上色的感到 這是金色,這一塊是金色 所以金色我們在塗的時候,非常表現一下 但是你不要整塊這樣幾塊亂 還有金色在塗的時候還有一個就是,會帶一點橘 因為金會有暗面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個黃的話,當然不是用金 那一個黃的話,反而會襯不出那個金的感覺 金色的味道會濕透,所以你可以 對,等一下,然後顏色變化上面 你看這樣,OK 我們要結束了 我們要結束了 等一下 是,我就在想 昨天我有想 誒,這個骨子皮怎麼上色呢? 在回憶說,誒,看成品 是有看到沒有? 沒看過老師上 我們稍微擔心 它有沒有紅?它這邊還有一點紅? 耶耶耶耶,有有磚的部分 對,磚的部分 所以我們稍微擔心 擔心一下 擔心一下 所謂的環境色或是這種意象 意思一下 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直接把它做出很 很強烈 很裡面的東西 是在這個框還是在那裡 對對對 對對對 來 這對,我們就要處理了 這塊就OK了 這塊就不處理了 不用講太多了 後面再來整體來看的時候呢 因為它乾掉嘛 乾掉會再來決定 要不要細節再來補 因為這其實都算是底色 算是第一層 第一層,對對對 暗面的地方 但是你現在 你現在疊沒有用 為什麼? 就直接擦掉了 對,又不見了 所以你現在疊沒有意義 對對對 所以你乾掉 乾掉 我們再來做後續的東西 做後續的東西 所以這塊就不用再去 這塊已經很漂亮 不要去擦它多了 不用去擦它多了 好,我們繼續走的腳 老師,其實這邊就是很享受 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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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是畫之後靜下來 對 你泡一塊不冷 然後 不要畫 最機會是什麼? 趕 很趕 你一邊畫 然後畫著 然後擺著 慢慢畫,慢慢畫 然後慢慢去想 慢慢去想 我以前畫畫 我都半夜 半夜安靜 所以你就是畫 慢慢想 慢慢畫這樣 所以有很多人喜歡 半夜在做事情 會比較 可以有自己的步調 對啊 我來得更熟 字稍微留下來 然後我們 走這邊一下 這邊按 走下來 顏色 最 忌諱 上門 還有一個就是 顏色最忌諱 你的顏色 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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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調過 調過 還有就是說 不管你是 調色盤調 還是你是 紙上調色 都沒有關係 但是 就是不要 一個顏色上去 乾了 一上去你就不理它 你就能夠認為說 要圍完 不用圍 所以 濕濕的時候 其實就會再疊 至少兩個顏色 對 你至少疊兩個顏色出來 疊兩個顏色 都沒有關係 讓它 畫面上面的變化 就已經存在 會比較存在 比較有一點 一點變化 也就是 三第一層的時候 其實老師就已經做 顏色了一點點的變化 對 做變化 這個是基本上 水彩都會這樣攪 那你會發現到 我上鋼皮我不會這樣攪 為什麼 因為那樣子 對你們而言 你剛剛就很困難 我會加什麼顏色 全部會來經常的 練我講 兩個顏色 什麼顏色 我哪講什麼顏色 所以問題會在這邊 你會出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說 老師我知道啊 你講的我都懂了 我要加什麼 在外面沒辦法 對 還有就是說 初學 首先要先建立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對畫畫這件事情的認同感 興趣 你沒興趣 你沒多久 我跟著講 對 如果沒興趣 有兩個可能 我畫久了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要考試嘛 要成績嘛 所以你會畫嘛 你會想辦法 就算不會燜著頭陰畫 第二個就是興趣 我比較不贊成 學校那個沒有辦法 因為那年輕人 一定要學 那沒辦法 騙不了人 所以其實在上色的時候 也是要考慮 心理哪裡想留白 對 你的留白的位置 留白的那個都要先 老師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 我這樣講啊 我這樣講啊 這個廚文有沒有 是 是不是在那邊愛 閉著眼睛看喔 不要用正常眼睛看 這個帽子是愛的 然後你會覺得這邊很愛 有沒有感覺 這邊 因為被它遮到了 因為這邊受光面 對 對 對 所以你看我最大的地方 是不是這樣 其實也是有道理的 不是 你開心 不是公司 順數的公司 畫畫沒有公司 其實真的畫畫沒有公司 畫畫你畫到後來 完全都是你個人的 意識在 對 你的當下的感覺在走了 其實 人家說公司 那個都是 都是 這樣講啊 對於剛剛會不會畫畫的人 我給你們 需要一個公司 因為你沒辦法入門 現在你 手機上還有一個 一顆一顆 叫你塗紅的白的皮 對不對 有啊 那就跟小孩子一樣吧 對啊 小孩子唯一的 才會選二的 多次很多都 對 對 所以你說要沒有公司 其實 我希望是不要 真的很難 畫到一定程度的 我給你公司 你會覺得我在看不清你 對 而且你 畫到後來 你一直不教我 要想法 到什麼程度 創作啦 你已經找到創作了 我們這個課不就叫做創作嗎 創作我就沒有陪你 我會教你 概念 可是 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本質 就是 你要怎麼想 要用心 可以用腦 你要去想 我已經講過 你要去想 你要想說 我這個要怎麼畫 我畫的不得到 我們的畫 之前已經想好了 顏色不一定要多 多不一定好 我們不是在畫水彩 所以畫水彩可能就是要多 顏色多 顏色要豐盛 顏色要區別 我們畫的是 這個是水墨的那個味道 液晶的感覺 所以你畫多 你反而會影響到 你在這張圖 一開始用的那個 線條的美感出來的問題 會不會加藍色 會加藍色 都可以啊 你有沒有適合 是不是 我非常傻 我覺得真的是 我到時候弄上去就回了 我才不來得回 對啊 通常最緊要是真的 對 對 對 一樣的 好 所以就說 深深淺淺 然後不同的 你自己組合 你自己想要 嗯 白色跟藍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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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老師很厲害 老師那個筆尖比較深 有沒有 筆尖比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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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又變臉子 你敢畫就好 敢畫就好 敢畫就好 你敢 怎麼那麼簡單 你敢來捕畫就好 這先秘書是 他把它毀了 毀了 我都看了 是不是要踩到 踩到去 那我為什麼 怕他髒掉了 不是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只是說 你的問題在在於 你是為了 上色而上色 嗯 很多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是為了上色 什麼叫為了上色而上色 這家家的 我圖黃色 對 這家家的 藍色 我就圖藍色 可是 你要去看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是最難的 如果你把整個建築物 高板插畫的話 你只有 或是塗成黑白的時候 你 就是變成黑白 就是照片轉成黑白的時候 你把他畫的就是什麼 亮的 那你只要抓到一個重點 暗的地方 上色 亮的地方 不上色 你去這樣想 你去這樣想 這個東西 暗的在哪裡 可是最難就難在這個 現場 看現場 對 現場是沒辦法 現場你怎麼去變成 亮的跟暗的 你沒辦法變 所以 就是 說你啊 經驗室 經驗室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去 這是 這是 那個感覺 所以我看到什麼東西 我去畫什麼東西 你會覺得 站著畫更有感覺 站著畫比較 比較整體的看 對 所以我在畫的時候 我不會所有都塗黃色 嗯 我不會整張塗 你同一個顏色的 也不會讓它很大的 很多的地方 就會頂開來 對 然後再加一點 對 你就覺得它暗面 有沒有 窗戶邊是比較暗的 加窗戶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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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餅 有時候 可以這樣 有時候可以 細的 一間去走 不要 全部都是只是一個 就是 我就是這樣塗 就是筆法 為了塗完 那就塗完 你就不會產生 這種東西 就不會產生這種東西 所以就比較難以變化 原因 就是在這邊 說真的 要你同時去兼顧 筆法 用色 明愛 然後 什麼 對筆色什麼 不會不會 還不拘 很困難 不要說你很困難 我去高中念三年 我也很困難 這是正常的 不用急著說 我很困難 要怎樣 很困難 沒要怎樣 就多話 就沒有怎麼樣 就是多話 有人跟你講 你欠什麼 你收拾要注意 什麼 所以老師會在適度的地方 給他點一下 這個是前緣的招牌 我看到 可以看 是很困難 好幾乎 是很奇怪 所以我說 革寬 你會跟兩人一起吃 我會跟兩人一起吃 你會跟兩人一起吃 你跟這筆元 你為什麼不吃 我們如果數學的都是在地上去 對 你怎麼搞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到底會怎麼搞的 就這樣子 不要整塊都擦 因為它這裡算偷穿外面 對吧 這樣才變穿 但是這個前緣的梨 要高穿 就形狀要給它出來 對啊,不然我只知道這個是前緣 所以關鍵就在這邊 你可以那麼濕濕的 你可以讓它攔開就有關係 好 我們現在走來 這一塊 這邊都還是 基本的先把明暗光影先處理 後面它是不是在擠啊 那還可以在這邊放明暗的 但是前面我們先處理 對,第一步先處理 這邊的地方 可以讓它放明暗的 我們在擠啊 可以讓它們一起在擠啊 我們可以讓它放明暗 我們可以上路 它這塊是紅的 我們上面浓一點沒關係 下面這邊可以刷掉 甚至你的筆可以找沒關係 我來噴一點感覺 這可以教我們各種 637是可以跑夠會很棒 我覺得這個安眠的地方 所以這可以有那種彩骨 對,這都可以當 不要拿來吃 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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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說 OK,來 快點走 快點走在這裡 有很多 你的直覺反應是整個都塗 對不對 對,其實是延續過去的 你的直覺反應是我整個都塗就對了 不可以這樣 可以流過來 但是不要全部塗 觸定 我反而做一個留白 我觸定不要 有這塊 我用這塊側面 來說這塊 這塊 這個屋頂的形狀 可以帶不同顏色進來 不要急著 不要急著說 我就是可以 紅、橘 這些東西 這個 要稍微收掉 收到下面來 來,你過來看這塊 站起來看 我這塊 我這塊是塗層 塗層一個屋頂的紅華色 你整個名字都覺得 變化度就沒那麼高 而且本來 我們骨子筆的那個線條 就被遮住了 就被吃掉了 反而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思考邏輯 就是說 我看不一定是要我畫 我愛畫 去做出那個感覺 沒關係,繼續 效果就會 不會讓你畫面上面 太單調 顏色 注意顏色 東西 橘 但是稍微變化一些 因為你會習慣都只用一個顏色 在手 最後,晚上決定新年務會,二一九經驗星,從台中開始 就可以重述的一支去吸收 慢慢再看,看那個感覺 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可是我有在思考 我們要怎麼做,可以讓你們上課去做 其實我都有在觀察 什麼,觀察 最完蛋再回去,可以最多的 因為我們的機器都不好了 所以我每個人上課,我來看 看久了,其實我就在想 不要說你們機器不好 我設身處地 換個方式來思考 我就不一定不好 我都不好,何況是 何況是你媽媽急的 其實是初學者的問題 我覺得小孩子那種十五六歲 應該進行中 也不好 他沒用心 他也不會好 他的不好不是進行不好,是沒用心 他的心不在那邊 所以他不會好,這很正常 其實你回到一個原點 人心,你就知道 什麼東西都是真相的 對他來說是甚麼 把事情還要處理 手機就算不完,我留意又時間短 所以 合理 其實都合理 我不會太過去去說 你看完回去都要去那裡 開玩笑,我就做不夠 有甚麼資格去要求別人做得到 這是真的 所以 你今天也有 像這種 都有留白的類似的樣子 對 輕重 你可以去做組合 那記得 你可以加點綠色 不是只有紅 也不是只有 我換來的話 就是 只有一種 把綠色帶進來 好 今天來的愛運動的老師 你好 我們去跟你們來 學問新孩子的夫妻和老師們 一直見電台的 主板兒童母體音樂肉園的成熟 並可以回應全各地學校 越來越重視領域的發展趣事 愛運電台花了兩年的時間 終於完成第一套 自行規劃的養成書 音樂經理的老師館 希望能讓你和孩子 一起進行樂趣的音樂親子主動 成為孩子的音樂器人老師 來 你去 你去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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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喜歡你 等到你的後面 它會乾掉 它會變淡 這個正常 但是主要我們讓它 色彩在撞擊的過程當中 你不會很柴 對 就是像一色而已 從頭到尾 一色 變化就沒有水了 像這種乾的我們會再回來走這邊 對 對 這樣感覺看起來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當然這個還會還要再畫 不是說這樣就收工了 我們這樣 但是基本上整張畫你不會弄得很多 嗯 那同時在畫的過程當中 同時在思考 我這邊不畫 這個 不畫 其實我 我只有在想的 然後 在想 這個都是橘的嘛 耶耶耶耶 這一塊 你直覺也是畫橘 畫那個 紅色 它被無顏的色彩 問題在於 那無顏化色彩畫下去 那你不就旁邊又要歐陷 對 那你搞半天 這塊又 一模一樣 單調去的 我們怎麼樣讓它 產生另外一種質感跟變化 這個我們 畫到的時候都要想 不要急著說 我拼命地把它畫完 對 通常剛開始就是我拼命 紅的 黃的 黃的 對 你會直接畫 你剛好不然在想 對 所以這個其實有一點點 把心情畫出來 對對對 這個上色其實是一件很 很輕鬆很舒服的感覺 不是說我急著拼命把它 塗完 塗完 塗滿 塗好 就收工了 那樣的東西是 畫不出 你要的東西 畫不出你要的那個 氛圍 對 我們要學習說 畫畫當享受 欸你不享受啊 茶喝一下好 聽聽音樂 這個跟鋼筆不一樣 是 鋼筆就是紀錄 國道現場 我們速寫是為了紀錄 對對對 這個是一種享受 你在家裡喔 擺在那邊 看半天 都黑 都沒問題 出一顆 一顆黑 對 好來喔 天空 這個